橘紅色的鋼鼓大橋 加上高聳入雲的摩天建築 舊金山的城市樣貌深知人心 但現在專家擔心 30年內這些建築可能毀於一旦 好萊塢電影加州大地震的驚悚場景 對地質專家來說 一點都不是未言聳聽 墻震對舊金山來說一點也不陌生 20世紀初7.9的超強地震 讓當地八成的建築全毀 三十多年前 六点九的摇晃再度让旧金山 感受到地牛翻身的恐怖威力 不但造成高速公路断裂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土地异化 两起地震让当地政府重视供水 还有瓦斯系统在地震里的状态 也改善了高速公路的建筑强度 就在民众对于一连串防震工作 感到安心之际 洛杉矶1994年一场地震 又曝露出建筑缺陷 为旧金山敲响一气金钟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测试 那时候的测试 他们显示了 你会有五次更多的建筑 如果你有那些强烈的锅盘 所以结果全建筑 在1994年一旦有强烈的锅盘 根据美国地址研究所的调查 目前旧金山至少有40栋摩天大楼 还是使用这种建筑方式 包括当地的地标建筑 泛美金字塔或是Google办公室 都榜上有名 而且这些建筑 大多位在填海造陆的地区 如果发生大地震 可能造成土壤异化 难逃倒塌命运 尽管地震风险 历历在目 但在寸土寸金的旧金山 超高楼层的建筑 几乎成为难以回避的选择 建筑专家强调 高楼的防震科技 通常都很严谨 专家表示 其实旧金山最危险的建筑 恐怕就是一般的公寓住宅 尤其是当地最常见的 独栋楼房 根据地质水家预估 如果是湾区附近的海沃德断层 发生强症 经济损失将达到820亿美元 但若是香店已一样 趁安地烈斯断层地牛翻身 损失还会更惨重 尤其因为旧金山房价高 房价的中位数高达160万美元 保险费因此高得惊人 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建筑 有保险承担 一旦地震来袭 当地民众的损失 恐怕会比预估 还要更惨重 TVBS新闻 纵口报答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